大家好 我是Den 前几天给大家介绍过的 目前在韩国爆红的日本小女孩Nonoka Nonoka家人最近通过官方埃及表示 这样要对散播不实谣言的算命们 进行法律对应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最近因为有非常多媒体等的采访要求 所以Nonoka的父母公开了Academy的地址 一遍联络 但是有部分韩国网友们 更正确的说应该是 整天提倡抵制日本的女超网站的那些人开始造谣 Nonoka是想要韩国粉丝们送礼物 Nonoka的父母在利用孩子 甚至还有人直接发私信给Nonoka的母亲说 肮脏的日本人都滚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女超网站上的留言 抵制日货的人都跑哪里去了 那么可爱又喜欢的话就去日本生活 眼睛也像是个鞋 是长得像蒙古人一样 七八岁开始就会逆变的 十八 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可爱的孩子啊 还在这里这样 真是搞不懂 根本就是韩国人在给日本人赚钱 太恶心了 所以Nonoka的父母实在没有办法 决定对算命们进行法律对应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正常网友们的留言 身为是同样的韩国人 真的感到非常丢脸 孩子还说喜欢韩国想要来韩国 居然还有这么多没脑袋的人 是真的对一个又要睡午觉 走了有时还抓不准中性的两岁小孩感到自卑感吗 不会这么夸张吧 拜托请停止吧 这已经不正常了 给孩子留酸言就以为是爱国的无脑的人 嘴皮子爱国虫跟酸民的幻想合作 太雄伪了 十八 现在竟然还对一个小孩这么发疯 人生到底是有多臭水沟的话会这样呢 女性时代现在连对三岁的小孩子也会自卑感爆发了 韩国也有部分无脑的人 真的担心在外国人眼里会把那些人当成是所有韩国人 然后在昨天 苏妞系的太雁也上传了模仿nonoka的影片 并表示自己是nonoka的真粉 结果 这个影片又惹上了女超网站的那些人 啊 真的是很倒胃口 太雁又不是一般人 也不是中小级别 是代表韩国的女团成员 在SNS宣传日本的恶行都来不及 竟然 年纪小的粉丝们看到这个的话 会学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呢 现在去看看 埃及上已经有很多模仿天的影片了 又在消费日本 成年人还在模仿两岁孩子 竟然还是自己上传 都多大了 过不久就是40岁的30代女性 非得要模仿还要拍成影片 真心觉得对女性人却没有帮助 你不能减少你啊 身为nonoka的粉丝 真的不知道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要模仿他 真心不愉快 nonoka的父母看到的话 心情肯定会不好 在Tian上传IG后 nonoka的官方IG马上就转发Tian的现实动态后 留言非常谢谢 然后也把Tian的现实动态设置上highlight了 说实话 觉得Tian的模仿不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留言表示不喜欢 但是没必要用长相国籍年龄来黑吧 我真心觉得 酸民们偶尔也要出去散散步 不要整天端在房间里 用键盘散发自己的自卑感 OK 下一个消息是 前几天NCT的中国分队VSUMV 在下雪天参加外景拍摄的时候 遭到私生饭的跟拍了 因为这个私生饭已经多次跟踪了VSUMV 甚至还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也是坐到了成员洋洋的旁边座位 这是给孩子们多大的困扰 结果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成员们 陆续透过跑步苦诉了这个情况 大家我现在正在拍摄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人 嗨 现在是这种天气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么没意义的行为呢 我真的很生气 对不起大家 成员上厕所也要拍 真是够了 真的太没礼貌了 一个IDOL歌手 是有多痛苦的话会这样苦诉呢 看着自己喜欢的一人痛苦的话 真的会幸福吗 就算会幸福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真的是卑鄙错误的方式 私生饭绝对不是粉丝 只是个犯罪 不过 真想把这位私生饭 接受给主婿 我们下期见